北投石的富裕在北投西 比較集中的農乃堂這附近 預計大概以第三樓到第四樓之間 做北投石富裕的調查規劃 還有管制維護素質的核斷 那就是說開發單位有沒有去評估 就是說三下站是不是以跟北投車站 鐵運站整合的方式 不要設在北投公園 有沒有這個可行性 我是建議這個規劃單位開接 我先向各位報告 這個案子目前是做環境想必顧 那麼因為這個案子 它本次跨國家公園範圍 跟臺北市的入局範圍 那其中三個層站 在國際公園範圍內 所以後續啊 一直我們已經通過之後 一直在講 我們國家公園範圍 還是會做多點的選擇 那在國際公園範圍 第四四樓會在後續的選擇 那另外針對 報告書 實力也不一樣 報告書裡面提到說 這個未來就發電話 好像會以這個原始規劃的原則 可是我想相關設施之後 那也必須有相關的一些 原來的一些實施方 必須有所趨勢 那這部分報告書裡面 應該要想像 這個人謝謝 那第三個是 我剛剛我們關心說 這個官海 會被動作 有什麼影響 所以這邊提到說 這個影響時間對來 一定是影響 但是這部設定是發電話 那目前看來的話 像最近的話 可能五點多起一天有案 是不是一定有發電話 這個應該也要有一點 如果可以做的話 你要有一點季節性的感性能 會發 那當然也不是說 最後一般把人送上去 那他你下來 會不會把人送上去 應該比較晚 不好意思 等一下 我又會到這裡 不好意思 你這個老師 如果說沒有夜間的一些 配套措施 會造成一些 飛鳥 傷害物狀 很清潔 那這邊裡面有報告 那領導的說明 那他們這個 地區 其實沒有什麼 夜行性的動作 但是我們認為說 這個 所以好像有很多距離 到底是怎麼樣的 一個調查報告 確實是沒有造成 一些狀態的影響 那我希望能夠具體一點 那另外在 發報室的第五十四月 它裡面有本地啊 這個承擔分工的相關資料 很希望它在補充 假日的成功 我想假日的這個 國家方面的一些 一次的一些印象 就是 不是相當重要嗎 另外 另外 因為這個地方在 龍鳳子到陽明 都能超小 地質的安全 其實是比較 面對關心的 那 我們認為說 它目前的 這個第七十二十九月 等等的 相關的一些動作 一方面可以擺的 那可能 相關資料 之類的一些分析的成果 也就是很具體 希望能夠經過 特別是這個區域 比較專商的方式 增加整個地質的這種主義 整個地質的結構 也比較詳細的分析 或是不管是我們 或是在審查的時候 我們相關的專家 學者 才能夠有資料 可以去運算 他到底要安全 那最後就是說 因為這個地方 目前好像看不到它 未來的這種 大眾之國的巴士 跟公車 未來是有去提高 去注意 那 不然 開發大會司公認為說 這個公車的這段是 政府的 政府的權力 就是他們能夠 能夠處理 不過我想 未來這個 大量的人潮 這個是如果說 能夠做的話 初期的時候 有大量人潮的主義 確實應該去面對 這部分也應該要 畢為因應 那 同時呢 這個 我看報告書裡面 這個 比如說 第七至四十五月裡面 你說問訓要找 十二四位民眾 這怎麼來的 這個好像沒有 很缺乏一點 專業這種問訓的形式 我們現場都不止 出位的 這種 建議說 該不會再加強 那 我們要不要處理今天又來 那 你這時候就先 報告到這邊 謝謝